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民族风特别浓郁的环境里面 这对我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呢是维吾尔族 我的名字的维语是这么叫的 汉克斯 汉克斯 对对 它的寓意呢是年轻女孩当中的翘楚 这种寓意特别好 但是 我们维语里的七星飘虫也叫汉克斯 这就很尴尬 就好比于汉族女孩 名字叫 蜈蚣 蟑螂 史克狼 不但伤害性很大 侮辱性还特别强 但是后来呢 我了解到了 七星飘虫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呢 是象征着七星高照 是幸运的象征 我确实也是蛮幸运的 通过一段国风舞蹈 一梦更煌 让大家认识了我 我觉得呢 引发国风国潮 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 就像我们新疆舞蹈里面的麦西莱普 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舞蹈 而且这个舞蹈呢 对动作是没有约束的 你们只要能表达 你们开心的心情就行 所以 几位老师 我们要不要来一段麦西莱普啊 樊尚皇老师 你就想象 又有人找你演虚竹了 张小龙老师 你就想象今天是你和沈梅庄的大喜之日 月月老师 你就想象你在春晚里面的相声的包袱 个个儿想大家都乐了 张小龙老师 你就想象你替月月老师唱春晚啊 随便你都可以 你们也可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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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民族风呢 其实它不只是会给人带来美感 它还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 其实实不相瞒 我之前呢 真的是一个挺设恐 然后比较腼腆的人 学了民族舞之后呢 我的性格就变得热情勇敢 学了民族舞之前呢 我看到那些长得特别俊的男生呢 我真的可能就不必要 那我恒复 我其实也认为你 我还不硬 我还不硬 学民族舞之前呢 我过安检是这样的 哎呀 这就是麻烦能不能快点 就我登机了 学民族舞之后呢 来 扫我 再扫 过了吗 扫了 这转几下有点晕 让我缓缓 正常人缓也就是这么缓了 但是我不一样啊 我那范儿得在 后来呢 我就拍了一些舞蹈 发到了一些自媒体网站上 然后有一个经纪公司呢 就注意到了我 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 群里居然还有陈 贺你们感性 贺哥呢 在群里跟我说 妹子 不行 你就来上海 混演艺圈吧 肯定比你当模特强 我说贺哥 不行 你就来新疆卖烤囊吧 肯定比你画饼强 贺哥呢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画饼 就带我签进了经纪公司 刚开始做演员啊 机会真的真的非常的少 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 就是主动出击 去争取每一个角色 有一次我就问导演 导演 就可以给我一个角色吗 哪怕是丫鬟都行 导演说 你演不了丫鬟 你长得太美了 那 我演女衣行吗 你想得太美了 我现在想想 我当时真的是年少轻狂 刚出道的时候 都没有做过主持工作 就接下了跨年晚会的主持工作 但是呢 因为太紧张了 就嘴瓢了 这几年拍的古装戏呢 会比较多 有人就会说 古装美女和国风舞蹈呢 是我的舒适区 问我想不想走出来 我都没站稳呢 怎么说走出来啊 而且我认为在一个领域里面 吃透它 站稳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也不像有些人 说着说着相声 去唱歌了 唱着唱着歌去演戏了 演着演着戏 又来脱口胸当鼓里人了 是不是啊 月月老师 优秀 我所理解的国风文化 并不是阳春白选 而是流转在岁月风霜里的 民族印记 千年之前 有人正在跳着民族舞 千年之后 也有人正在跳着民族舞 唯有闻名 不败光阴 谢谢大家 我是爱嘴条的哈尼克兹 好 谢谢大家 民族舞让你收获了很多 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民族舞那段经历呗 苦吗 我觉得学舞蹈啊 或者像你们练相声或者是武术 我觉得都是一件挺苦的事情 它主要过程会很枯燥 像我呢 就是从12岁开始 才真正地去接触舞蹈 其实我的年龄算是很大的了 因为很多人呢 可能就三四岁就开始开筋啊 开始接触舞蹈 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妈 我从小我真的非常地热爱舞蹈 在我记忆当中 我妈说我在婴儿的时候 一哭 我妈只要给我放那个民族舞的歌 然后我就开始踹脚 我妈就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舞蹈 但她一直不给我抱 是因为她想让我去上奥数和作文班 她怕我分心 然后学业会不好 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12岁那年我就说 我要是再不学舞蹈 我会疯的 所以就把我赶紧送去舞蹈学院 对 就怕我疯了 所以我就就是咬牙坚持 但是也很感谢那时那刻的我 不然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舞蹈 而去认识我 舞蹈在我的生命当中 就是很无形地帮助了我很多 包括拍戏的时候 可能它会对我的协调性 动作性上面既动作 会有很大的帮助 真假麦的环节 你准备好了吗 你会紧张吗 我特别紧张 因为我感觉好犀利啊 来吧 请降麦 我们看一段视频 我们看一段视频 跳舞时的哈尼克兹 主持时的哈尼克兹 也能把全球文化寄传一下 寄传一下去 我想说因为当时是我刚跳完一梦敦煌 半个多月后 就是我刚出道 可能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 确实就是怎么说呢 我到那个跨年晚会 而且观众离我的距离就这么近 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多人 我就是本来说着说着 我以往下嫖完再抬眼 我的词全忘了 我真的太紧张了 因为那件事情 我真的后悔和自责了很长时间 那一次的经验也让我知道了 以后不管干什么 一定要有充足的把握 好好地做好我们的功课 一梦敦煌之后的15天 就去主持大晚会了 出现那样的情况很正常 对吧 有的像演员上出版都六次了 去变烧机 他永远会 是吧 没关系的 咱们下次做好改进就好了 你出道后的身份标签是演员 但拍的影视作品不多 上的综艺却不少 你觉得自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演戏上吗 不然呢 我一定会把我最多的时间 会花在演戏上面 上那么多综艺呢 还不是为了混个脸时候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我 让更多的导演关注到我 在这里我为自己招个伤 各位优秀的制作人导演们 都看看我 我心不时会做好用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拼命全力 给你一个票房奇迹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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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接下来哈尼克兹 进入冒险麦的环节 我们看看网友们 想看你在开放麦都有哪些挑战 一 想看哈尼克兹跳 哎呀 顶满舞 发型会乱的朋友们 二 想看哈尼克兹跳 可爱的首饰舞三 套示国风动漫人物 二 我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加个福利 就是让月月老师也一起跳 最好的 可爱的舞蹈 选二 好 可爱的舞蹈 选二 掌声再次送给哈尼克斯 热情舞蹈 勇敢生活 国风永远是我的底色